講講人剛我由為之酒 我由人背為之黏 要連著看的 其實最重要 有時有些人說黏 有時有些人說尖 究竟是黏還是尖呢? 執字的問題因為兩個字有點近似 因為以前這些古本是半體字 我們要記住了 我們怎樣去分辨 尖和黏的分別 引進落空 這個就是黏 它那個文章因為是文章 它怕大家有所誤會 人剛我由為之酒 所以它就要補充一件事 我信人背為之黏這句說話 人背的意思 就不是說背脊 會被這個字的字眼上 抽出來看 你就會有機會斷章取義 師傅 不如今天我們說一說太極權論 在太極權論裏面 有幾句說話 其實都經常聽別人討論 例如一句說話 人剛我由為之酒 我信人背為之黏 剛油上次已經說過了 在黏這個概念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呢? 有時有些人說黏 有時有些人說尖 究竟是黏還是尖呢? 看看師傅會不會說一說 這個分別是怎樣 尖和黏 兩個字 有些書寫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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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可能是執字的問題 執字的問題 因為兩個字有些近似 因為以前這些古本 是繁體字來的 變成你執的時候 有時執了一些字 我們要記住 我們怎樣去分別 尖和黏的分別 我們叫做尖連 黏隨 尖就是連 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想伸手過來 我伸手過來 去碰你 所以我尖就是伸手過來 我是主動的 想跟你聯繫的 溝通的 所以這是僑良 南方我們叫僑良 因為我伸手過來 你的手會 如果我是攻擊你的 你會擋我 或者你會推開我 或者會打我 所以就會迎我 迎接我 好了 而我們說 跟著黏隨 就是當我伸手過來 喂 你推開我 你撐開我 不讓我過來 你的力打我轉頭 頂開我 推開我 撐開我 那我就要脫 借你的誓 所以 借誓入 這個就是 黏就是我黏 移開 引進 落空 這個就是黏 就為之黏住了 黏住了 就是我信人輩 所以就要告訴大家 他那個文章 因為是文章 他怕大家有所誤會 人剛我由為之走 所以他就要補充一件事 我信人輩為之黏這句說話 什麼叫做為之走 好了 我們簡單地說一說 雖然有些相類近 譬如我們螳螂派裡面 十二猶 之前都說過 十二猶 我們就好像未有一個 影片是說十二猶 不過我們說十二字訣裡面 都要提及過 十二猶的概念 就是見光而回首 我們十二猶 第一猶就是見光而回首 跟這一句說話 剛才我們說人剛的猶 為之走 就是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 說出來 都是其實想帶出一個意識 就是當對方光猛的時候 我們的手要回 我們的勢要回 以及以太極權論 就是講一個叫做酒 酒 正所謂酒被刑除 什麼叫做酒被刑除呢 酒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 我們簡單一點 很簡單 先講一講 就是當我們出手的時候 我現在出手 你打我也好 我打你也好 即是我見到你打我 你埋你了 我當然是招架你了 我就會 我承認你了 我承認你的時候 咦? 我見到光的手 即是我感覺你的手很重 那時候我就要走了 嘩!你的手很厲害 我不打你 那我走是怎麼走呢 我縮手走 我是掉頭走 怎麼走呢 是呀 我們要避它了 即是怕些人誤會 不是掉頭走 也不是把手縮得快一點 那個走 我們是要怎樣 我信人輩 什麼叫我信人輩呢 它就是告訴你怎樣走法 所以就是我信人輩 走法就是 當我感覺你的力重的時候 我信你 我是捨幾重人 太極權 就是講到一件事 捨幾重人 借力打力的方式 你重啊 那我就讓你過來 我信你的力 人輩的意思呢 就不是講背脊 即是說 你很多時候 會被這個字的字眼上 抽出來看 你就會有機會斷章取義 是不是這個背呢 不是這個背 在這個背字來講呢 是怎樣理解呢 就是當我伸的手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的手就背離了我 伸了出去 伸出去 伸出去 就是好像 離開了你自己 向前走 離去你的身體 走遠了 就是背向我的身體 所以 我信人背 就是說 你出手 我引開你 你的手背離你 背棄你 離開你的身體 打出來的 叫做背 我贏你 那你現在的手 出來了 離開了你 背向你發力的 出來 這叫背 所以我信人背 是這個意思 是我信你的力 就為之 黏了 黏的意思就是 我脫 脫你的勢 我跟脫你 你過來 我跟脫你 我不會跟你頂的 我不會跟你頂 我跟你頂的 就是不讓你過來 我和你撐過 我和你頂過 看看誰更厲害 這個就是 產生什麼呢 雙重則制 後面所講的雙重則制 所以偏沉則除 雙重則制 即是當別人用力 你又用力和他鬥過 你可能會被人欺騙你的力 他頂一頂你 我又頂一頂 他拖一拖我的 那我就扑了 我手硬的 就被他拖下來 我上身寵 或者我被你拖下來 然後你爭就到了 我被人借了力 因為用了什麼力 就用了死力 你只顧著 你分不到陰陽 所以欲備齒病 就先識分陰陽 否則 打多久功夫 打多久太極拳 也沒有用 就是這個意思 OK 這就是我順人背的意思 師傅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一些文章 要留意前文後理的解釋 否則很容易會產生一個誤解 例如背字 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不理解前文後理 所以就不解釋了他的意思 是 就會看到另一件事出來 因為背就有很多意思 是 是